勾拖抹拖它是一个止序 在这个乐曲里勾拖抹拖 这个三个手指交替的速度 就影响你弹琴的速度 这三个手指交替的速度 就影响着你弹琴的速度 到时候我想特别弹特别快 OK你的勾拖抹拖三个手指交替的速度 有没有加上来 没有加上来 你基本功就是不够的 就是没有基本功呢 或者说你的速度不够快 你的基本功还达不到 那这时候这三个手指很关键的 有些速度比较快 抹拖抹拖抹拖的吧 对吧 任何这三个手指 任何两个手指交替 那么它都影响你的 任何两个手指交替的速度 都影响你手指弹琴的速度 所以说呢 今天晚上我们在讲 讲乐曲之前 北京的尖山上之前 我们把这个功托抹拖给你们练 教着你们练习一下 然后按照万尔老师的教学步骤进行练习 所有的教学的内容都 所有练习的要求都打在了这个教材的下方 都加打在了教材的下方 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说这个练习曲我告诉你们 以后是 这首练习曲以后每天必弹 每天必弹 每天必弹是什么情况 你后面弹曲子 你无论弹再大的曲子 比如说我要出去演出比赛靠近 我怎么着 我也得沟通摩托 把这个练习曲比顺一点 活跃一下手指 就基本上相当于唱个这样 咳咳 咳咳 咳咳嗓嗓子 对不对 你唱个之前 清一下嗓子 就那种感觉 是一样的 那这种手指呢 沟通摩托 就让你先活跃一下手指 所以说你无论弹再大的曲子 速度再快 你的沟通摩托 一定要提前 摸上琴 先摸一下 摸一下 先练一下沟通摩托 这个练习曲 活跃一下手指 活跃一下手指 OK 快四点 这时候我们在练习这首乐曲之前 对于零技术的宝宝 首先 先唱 先唱 那这时候我们唱的时候啊 唱的时候我们这个节奏 我可以看一下 每个音符下面都加一个横杠 每个音符下面加一个横杠 也就是说每一个音都是八分音符 每一个音的实质都是半拍 那两个音共用一个横杠 意思是说这两个音总共的实质是一拍 所以说我们在看到 我在这边 很多大部分见到的是两个音共用一个横杠 那他的意思就是 这两个音正好的实质是一拍 方便你观看 可以看一下 四分之二 每小节能够二 四分之二是二拍 每小节能够二的意思就是 每小节都说有两拍 你可以看一下 每一个 每一小节都是两个音共用一个横杠 总共有两个横杠 也就是说有两个横杠 每一小节都是有两拍 每一小节都是有两拍 那这时候我们的节奏 两拍 四个音 每个音各占半拍 第一小 第一行第一小节 都半拍 都半拍 然后 搔半拍 都半拍 那这后我们节奏的时候是 都 都 搔 都 对吧 每个音都是半拍 总共我打了两下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节奏训练一下 先跟着我一起唱 然后 按照步骤啊 按照步骤 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唱 先唱对节奏 预备 走 对吧 两拍 每一小节都有两拍 那第一行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是重复的 就是说你需要重复弹两遍 然后才弹第三小节 那这时候我们重复两遍 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 连续两遍 把节奏唱对啊 准备 走 兜 兜 走 兜 兜 兜 走 兜 这是第一小节 第一行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这个节奏 那么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我说零基础的啊 第二个步骤 边笔画边唱 边笔画边唱 按平一下 笔画 不弹琴弦啊 你把这个手啊 手背 手背 现在手心都想都可以啊 手指放在手背上 手心上 中指第一个音是勾 低音都 对不对 然后 然后第二步 笔画 边笔画边唱 中指 兜 大指 兜 十指 大指 兜 就这么笔画 边笔画边唱 我们试一下啊 记住指去 第一个音是中指勾 第二个音是大指托 第三个音是十指抹 第四个音是大指托 嗯 来 准备 走 兜 兜 扫 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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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吧 明白 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你哪怕你遇到新的练习曲 再大的曲子呢 你都可以用这种这种形式 这种方法进行分步骤的进行练习 那么第一步我们把这一节奏唱对 第二步把执法比划对边唱边比划 第三步 再去找响 这样的话 按照步骤走 你在弹曲子的时候 没觉得 哎呀老师 我这个手指跟不上脑子 啊 我脑子反应不过来 明白了吧 啊 明白了吗 所以说啊 所以说啊 我们比 再来 嗯 边比划 看你的手指 有没有伸对啊 兜兜 扫兜 啊 跟节拍起 60个速度啊 毅然要求是60个速度 他想一下 你弹一个音 他想一下 你弹一个音 嗯 他想一下 你弹一个音 兜 60个速度啊 60个速度啊 听一下啊 一 二 三 走 兜兜 扫兜 看指肉 行 看指法 看到没 看指手指的顺序 第一个手指是勾 第二个手指是拖 第三个手指是摩 第四个手指是拖 指序 依然是这个指序 四个音 四个音 一重复 四个音 一组 一直循环 啊 这是勾托 摩托 四个音为一组 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 今天讲的是 今天讲的是100天 古证速成 第九页啊 勾托 摩托快四点 没有的去找 偷不领取啊 来 跟着节拍起 边弹边比划 准备 一 二 三 走 兜 兜 扫 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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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三步 我们开始找弦 第一个音 中指去找低音兜 边弹边唱 弹完中音兜 大指立刻去找中音兜 中指弹完低音兜 大指立刻去找中音兜 边弹边唱 十指 你看 大指弹完十指 立刻去贴 低音 骚 十指弹的这个音啊 一定是在中指 沟通 某通快四点 十指所弹的这个音 一定是在中指和大指 中间的这个琴弦 啊 中指和大指 他们两个手指 之间的 这个琴弦 不会说 都 可能这不会的 所以说你的十指找的琴弦 就找中指 大指中间的这里面的琴弦 明白吧 不要超过这个范围去找就OK了啊 骨头某次准备 一 二 三 走 他手行 看到没 你弹琴的时候 无论你是弹的时候 还是不弹的时候 他的手行 看到没 很松 看到没 这个手是的手上的力度 是要你练的 练手上的力度和爆发力 周指弹完 大指贴 大指贴完 十指贴 十指弹完 大指贴 大指弹完 然后再中指贴 它是循环 无限循环 勾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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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勾托 勾托 这个主序 说的勾托 勾托 就是这个顺序 是勾托 勾托 中指大指 十指大指 那跟着这 拍起 咚咚咚咚 边弹边唱 一 二 三 走 勾托 托 勾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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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弹边唱 中指找对前前 如果说老师 我手指反应不过来 步骤交给你了 你回去 把你的手指 把你的手指的 这个反应的速度 需要多练 需要多练 就是老师 他说的是中指 我感觉我中指 迅速伸不出来 反应的慢 那这时候你的手指的 单独训练的还不够 单独训练还不够 另外的话 在弹这首乐曲之前 弹练音乐曲之前 我们可以 先 边弹 边笔画 找之间 边弹 边笔画 找指法 找手指 找对手指 准备 再来一次 一 二 三 走 连续弹 两遍 因为它重复两小节 对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 第二小 第三小节 第四小节 是 擂擂擂iman 拉擂 中指弹 擂大指弹 擂使指弹 拉擂� Gard fixed方向 中指弹 擂大指弹 擂使指弹 擂使指弹 擂大指弹 擂把 擂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指摊 勾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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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劾托 勾托 连续弹两遍 这个手指续 中指弹 勾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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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顺行 就这个顺序 那中指弹 换音了 止续不变 只是换了音而已 没有吧 止续不变 中指找低音咪 可以看一下 指法符号标的 第一个音是中指低音咪 大指中音咪 然后十指 十指中音咪 大指中音咪 那这是我们的止续中指 弹中音大指弹 中指弹低音咪 大指弹中音咪 十指弹中音咪 大指弹中音咪 那这个顺序连续弹两遍 什么叫做止续 止续就是你这个手指的顺序 哎呀 这还要说吗 就是手指的顺序嘛 弓脱某的中指 大指 十指 大指 中指 十指 大指 手指的顺序 这个顺序一直是这个顺序 无限循环 勾脱某都快四点 无限循环这个止续 然后第二行 第一小节 第二行第一小节 换音了 骚骚软骚 我们中指 勾 低音骚 大指 托 中音骚 十指 抹 中音 大指 在去托 中音骚 你可以看一下 止续 一直是这个止续 那我们这时候 我们中指找下音 中指找低音 大指去找中音 十指去找中音 乱 然后大指的去找中音 骚 那么顺序 中指低音 大指 中音 骚 十指 中音 大指 中音 骚 那么这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一小 第二行前 两小节是骚骚软骚 骚是重复的 那么连贯起来 中指 骚 大指 骚 十指 right 大指 骚 从微变 中指 骚 大指 骚 十指 大指 骚 就按照这个顺序 就是说老师 我这个练习曲 我一下子弹起来 OK 你就边弹边唱 不弹弦 不找弦 如果你一找弦 因为你的琴弦 可能还认得不弹清楚 这时候一找弦 脑子就忘了 哪个手指 所以说你这时候 把这个手指的顺序 给它让它练成习惯 你没事 就是在自己手上 兜兜 扫 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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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练这个手指的 这个 习惯性 就是谈完中指 顺着就是大指 谈完大指 顺着就是 谈完大指 谈完顺着就是大指 就把这个手指 你需要想着去练 然后练得多的 把它练成 不需要去想 成为一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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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成为一个习惯 它这个顺序一直是 过得这么多 把它练成一个习惯 就像你写这 有的时候 你写这 不知道自己想到哪 但你的字 还一直在写 这就是你的手 都已经成习惯了 对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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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我一下子弹不下来 你就去边弹 边笔花 边弹 边笔花 边唱 边笔花 边唱 边去手指 笔花弹 然后再去唱 不弹弦 不弹弦明白吧 因为一找弦 你刚开始形成 还认不清楚 容易迷糊 容易迷糊 然后我第二号 第二号 第三小节 那这时候 我们的指法 可以看一下 手型一直要保持好 速度方慢 中指 大指贴 拉 十指找 米 大指找 拉 重复一遍 拉 大指 拉 十指 米 拉 再来一次 中指 大指 拉 十指 大指 拉 整个的顺序 是这样的 中指 大指 十指 大指 不变 拉 拉 米 拉 拉 拉 米 拉 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就是说 老师 我手跟不上 自己在下面 笔花着 唱着 然后笔花 感觉笔花顺了 我唱得也挺顺的 然后再去找弦 他找弦 兜兜扫兜 你可以 他写了两小节 对不对 你可以 单独练 兜兜扫兜 多谈起小节 然后能够顺下来 妈妈把它顺几遍 当你谈得多的话 你的手指 就是成这个自然反应的状态 就是多练 让它成为一个自然反应 自然反应 自然反射条件 自然反射 人家谈多了嘛 左手放大 左手就放在蒸马的左侧 就OK了 这么放在蒸马的左侧 就OK了 然后第二行 倒数第二小节 到了第三小节 兜兜扫兜 这时候还是兜兜扫兜 它和低音中音 兜兜扫兜 谈法是一样 这手指波是 把它移到了中音和高音的位置 把它移到了中音和高音的位置 中指弹中音都 大指弹高音都 十指弹中音都 大指弹高音都 那这时候我们的中指 刀大指 刀石指 扫大指 刀中指 刀大指 刀石指 扫大指 刀 顺序就是这个顺序 不变 刀 刀 扫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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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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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刀刀 刀刀 你练的多了你会发现你的手指越练越灵活 然后往下 第二行最后一小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中指是中音Y 大指高音Y 食指中音L 大指高音Y 这时候依然是弹两遍 第二行第三行第一小节 重复弹两遍 中指中音Y 大指高音Y 食指中音L 大指高音R 那么连起来 连起来两遍 再来一次 这是功夫莫托 再往后走 咪咪抖咪 中指第三行第二小节 中指 咪咪 大指高音Y 食指高音Y 食指高音Y 大指高音Y 中指高音Y 大指再去弹高音Y 食指高音Y 大指高音Y 连起来两遍 中指Y 大指Y 食指都 大指Y 重复一遍 咪 食指都 大指Y 弹了两遍 弹谈两遍 就只去我们发现 兜兜扫兜啊 软软拉软呀 咪咪咪咪 对不对 它的指去是勾托抹拖 中指大指 食指大指 中指大指 食指大指 让我说我理解中指大指 我一找别的 我就中指和食指 也反应不过了 那这个是怎么办的 你说要练吗 对不对 需要把它的反应成自然 成一个自然的反射条件 就是你练习的时候 说一声 哎呀 我很自然的 非常习惯性的 那你的习惯是怎么样练的 是在你大量的 大量练习的基础上形成的 然后第三行 第四小节 骚骚软骚 中指中音骚 大指高音骚 食指高音软 大指高音骚 然后中指中音骚 大指高音骚 食指高音软 大指高音骚 对吧 骚骚软骚 就是中指 大指食指 大指不变 不变 中指 大指 食指 大指 四个音为一组 中指 大指 食指 大指 循环 反处 勾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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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勾托 勾托的一个指序 手指的一个顺序 一直是循环不变的 那第三行 最后两小节 这时候我洒回去了 该只谈这个 咪咪 抖咪 咪咪 抖咪 就是说我们刚才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从低音 逗逗逗逗 越来越来越来 逗逗高音 中音高音 骚骚软骚 对不对 然后第三行 最后两小节 咪咪 抖咪 这时候我们需要 你看到没 位置慢慢慢慢往下走 我们是这么走的 然后再这么走下去的 那这时候我们谈完 骚骚软骚 高音骚骚软骚 然后返回中音高音 咪咪 咪 咪咪 这里的咪咪 咪 第三行最后两小节的咪咪 咪咪 咪 和第三行的 第三行的第二小节 第三小节的咪咪 咪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中指找中音 咪 大指找高音 咪 对吧 食指找高音 大指找高音 咪 中指中音咪 大指高音咪 食指高音咪 大指高音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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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是这个顺序 来 最低第四行 第四行 田梁小节 这时候依然下起 咪 咪 中指 咪 大指高音 咪 拾指中音咪 大指高音咪 然后中指中音咪 大指高音咪 拾指中音咪 大指高音咪 对不对 相比而言的话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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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一下 持续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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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变的 勾托 摩托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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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一遍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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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你练习惯的手指声习惯了 你去弹的话就好弹了 然后再往下 第四行倒数第三小节 倒数第二小节是拉拉米拉 中指低音拉 大指中音拉 十指中音咪 大指中音拉 中指低音拉 大指中音咪 十指中音咪 大指中音拉 拉拉米拉 拖摸拖边弹边唱 我们准备走一下 再往后 第四行最后一小节 中指低音扫 大指中音扫 十指中音拉 大指中音扫 十指中音扫 低音扫 大指中音扫 十指中音拉 大指中音扫 边弹边唱 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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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指去中指 大指 十指 大指中指 大指 十指 大指 扫 扫是不变的 所以说这个叫勾托摩托的一个练习 扫 扫 扫 手指的顺序是不变的 无限循环的一个练习 只不说一直是勾扫摩托 只不过是说平衡患的琴弦而已 就这么简单 最后一行第二小节第三小节下弦的时候中指低音扫 大指找中音扫 十指找中音扫 大指找中音扫 中指找低音扫 大指再找推着找 中音扫 十指找中音扫 大指找中音扫 然后连续两遍边弹边唱 然后中指低音扫 大指中音扫 然后下个诗指低音扫 大指中音扫 它完全就是一个平移 你练的多了 你会发现这个接着手指是不变的 你只需要平移走多边 因为它琴弦尖就是一样的 最后一行 最后两小节兜兜扫 中指低音扫 大指中音扫 十指低音扫 大指中音扫 中指大指十指大指不变 手续一直不变 中指低音扫 大指低音扫 大指低音扫 然后再中指低音扫 大指低音扫 低音扫 中指低音扫 高拖摸拖 连续四遍 连续两遍 遍弹边唱 大指低音扫 大指低音扫 注意首先啊 手很松 知道吗 踏完就放松 踏完就放松 手比较松 那最后一个符号 两个树杠加了两个点 看到没 这个叫做反复记号 反复记号 意思是从头反复一遍 这个乐曲才算是完整 如果说没有反复的话 你这个乐曲只谈了一半 它的反复记号和这个结束线符号 就错了 就错了两个点 那么加了两个点就叫做反复记号 没有加加点叫做结束线 中指线 就是这个乐曲到此结束了 反复记号呢 这个反复记号意思是从头反复 它前面没有对应的任何符号 没有对应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反复记号 它就像一个破号本来是 但是这边开头没有一个对应的 它是在第一行第一小节开头是写的 应该是写的 但是它可以 它可以 它可以省略不写 所以说如果说前面省略不写的话 都是从第一行开头第一小节进行反复 这是个反复记号 然后这个练习曲呢 回续练的时候 第一个要求 先不跟节拍记练 先把这个止序边弹边唱 兜兜扫兜都会唱 对不对 先跟着节拍 如果你想跟着节拍器唱 先可以先跟着节拍器唱 60的速度 他想一下你唱一个音就OK了 速度非常远速 然后呢 只需要 就是你们今天去练节 或者明天练节的时候 先不跟节拍记 先把它唱熟 执法边笔划边唱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自己再去练的时候 老师感觉笔划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挺熟的 你连续笔划一个 边笔划边唱 三变甚至五变 然后再尝试去跟节拍器 然后再去尝试跟节拍器 边弹边唱 明白吧 明白吧 就是刚开始 边笔划边唱的时候 可以跟着节拍器 比如说 他想一看 他一个音 想一下唱一个音 边笔划边唱 一二三 一二三 有三 然后就是你回去练的时候 先跟着节拍器先比花 然后边唱 然后唱个三遍五遍 再去跟节拍器弹 节拍器的速度60 他想一下你弹一下 非常匀速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跟你们示范一遍 60的速度 整个乐曲完整的示范一遍 然后你们回去练的时候 可以自己跟节拍器 也可以选择跟着我的这个示范 视频进行练习 明白吧 都可以 那么现在你们需要做的是 跟着我边唱 边笔花 不弹弦 有用记住的啊 不弹弦 只笔花手指和嘴巴张嘴唱 就跟着节拍器 然后的话 自己在下边练习五遍的时候 尝试去找琴弦 边弹边跟着节拍器 清楚了吧 我敢保证你只需要按照这个方式 练习三天 练习三天就足够了 你的速度都可以 第四天的时候 你的速度都可以慢慢往上加了 清楚了没 但是你一定二道步骤走 会更容易一些啊 那我给你示范一遍 跟着60的速度啊 整个的完整的示范一遍 一 二 三 你们变弹变好 一 二 三 好 你们变弹变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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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咳, ми, 도, ми, 咳, ми, 咳, aisse, を在外面 搬回ひ, 咳, 咳, ми, 咳, ми, instagra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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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